博人传,左助三右六勾一轮回岩,一次救自己两次救博人,仪式很无奈。 博人转216话又是炸裂的一话,面对战斗力逆天的大痛目一世,名人在宾死之际终于开启重粒子模式,这也是名人和九尾最后的杀手锏。 快速消耗九尾生命里带来的力量甚至凌驾于大痛目一世之上。 不过,大痛目一世的时间有限,所以他耗不起,要是一直耗下去的话,胜利的人也只有名人。 大痛目一世作为最早一批来到地球上的大痛目一族,他的实力甚至在灰叶之上。 那么,面对血轮眼,轮回眼以及尾兽之力,大痛目一世最忌惮或者说最讨厌的力量是什么呢? 没错,他就是轮回眼。 在何左铭一战中,左铸竟然三次使用天手力,两次拯救仆人,一次拯救自己,可以说这个人数也是大痛目一世最讨厌的人数之一。 在这场战斗中,左铸简直就是助攻MVP,没有他的话,名人瞬间处于被动状态,因为伯仁不知道要挂几次。 一空间战斗开始之后,大痛目一世瞬移在伯仁的身后,然后瞬间掳走伯仁。 当时一世掳走伯仁是为了查看伯仁大痛目化的进度,由于陶氏的蟹成长很快,已经接近完全体的80%。 所以大痛目一世准备对伯仁下手,此时的左铸第一次使用天手力,然后替换了伯仁和自己的位置,替换成功之后,左铸使用千秒攻击大痛目一世,结果被大痛目一世挡下了千秒,随后一脚踹飞了左铸。 左铸第二次使用天手力是为了自保,当时左铸二人联手对付大痛目一世,明人抓住了大痛目一世,左铸从背后使用再次使用千秒攻击一世。 结果大痛目一世利用同力释放了一空间的正方体,无数正方体从天而降,为了自保,左铸使用天手力互换了正方体和自己的位置,这样才得以保命。 第三次使用天手力也是为了救下伯仁,当时的大痛目一世使出黑棒瞄准伯仁,左铸看见这一幕之后,他第三次使出天手力,这一次左铸也是和伯仁互换了身体,就这样,左铸身中多根黑棒直接倒下。 如果当时没有使用天手力的话,那么被黑棒刺中的人就是伯仁。 天手力号称最极致的缩的支数,使用这个人数的基础条件就是六勾一轮回岩。 不过这个人数也有一定的范围限制,大痛目一世曾说过,只要是人数就会有缺点。 不过,大痛目一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对付这个人数,因此天手力也成为大痛目一世最讨厌的人数之一。 最后,名人和大痛目一世的战斗还在继续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估计大痛目一世就要扑街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